大家好 我是劉俊榮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我認為在禮拜二開始 這個凡事格局 多方應該可以如同禮拜一 結束回來的多方的趨勢 因為國際股市很明顯的 都是在一個多方架構裡面 所以禮拜二還是會有一個 有一些領盤性的指標性股票 帶動這個盤勢格局繼續上漲 在禮拜一價錢指數中場 是以大漲127點做收 而且成交量能取到998億元 由於開盤八法的量價 是兩點高盤的一個多方 這種盤勢格局 不論禮拜一的盤中當中 都是要積極的做多取高 甚至於由於成交量 也補成一個多方架構的狀況之下 也有利於禮拜二這盤勢格局 與多方的架構繼續去擴延 一個極短波我們可以看到 如同我在10月8號休假前的 這個分析跟規劃 來 禮拜一價錢指數 在盤中分時指標出現一個 極短波的一個黃金交叉 確認一個短波續想繼續向上取高 那麼我認為整體的一個多方 延續多頭趨勢的一個向上過程 應該是沒有改變的喔 其實我在這個禮拜一的盤前解盤 就跟所有投資朋友報告到 這盤勢格局還是一個 截後的一個多方變盤 想辦法去找出截後有機會 帶領這個盤勢格局 去向上公告的一個題材 尤其是在原物料相關 以及在陸股相關 亞投王相關 概念股 我認為會是週一盤中的結構 全新一批低基期 帶領這個盤勢格局 全新一批劫後突破上漲的低基期股 那會是這一波盤勢格局 值得我們積極搶多 進場布局的標的 因為投資朋友可以看到 高基期的美股 它繼續去維持一個多方周線層級 市之西大浪一個牽領格局 一個向上多方一個走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休假期間 禮拜四 禮拜五 連續兩天 國際股市在道瓊工業指數 都還是維持的向上取高 所以在10月8號 好 我們講到這個盤後的分析稿 我認為從10月12號禮拜一回來 禮拜一的盤前 為什麼跟所有投資朋友預告就是說 由亞投行人民幣耐入SDR 所帶動的入股相關概念股 應該會是成為週一開始 好 這是10月8號的 上海綜合指數的一個週線圖 出現了一個比較低檔區 即將修正了四個月後 一個多方轉強的態度 甚至於我們國內的領盤指標 像0061的一個保護生 或者是00633L的上陣2X 我們在禮拜一的盤前 你就跟大家報告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明顯 帶領這個盤式格局 相關聯動的族群 有機會成為這個盤式格局 匯聚人氣的主軸 好 結果咧 來 主持朋友 這個是禮拜一盤前 跟他預告的0061保護生 當天的盤中是大漲了3.5% 我們是在今天 這個禮拜一早上到盤前的 一個時刻點 就預掛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開始積極的做一個進場佈局 你可以看到當天拉開3.5% 中長紅 好 這是已經擴別了非常久 我們是累積獲利的1.14倍 已經獲利了結 很久沒有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我在禮拜一的盤前 才跟大家報告 這一塊概念股 有機會重新轉強的過程裡面 我們在已經獲利了1.14倍 那同時禮拜一 重新跟他預告的過程裡面 現滿回 現噴出大漲 那另外一檔 甚至於他漲勢的倍數有機會 是0061保護生兩倍數的一個漲勢的 這個是上陣2X 好 他的代號是00633L 我請問我會員朋友 因為這檔個股是需要簽署 ETF的風險預告書 但是如果你之前針對這個上陣2X 你有先做好這個度股轉強的動作 先把ETF的風險預告書 做一個簽署的話 今天一開盤你會在30.3元 好 做一個進場佈局 好 看多上陣指數的這個類股 來 一口氣中場是噴出大漲了8.58% 我在禮拜一的盤前 你就跟大家預告 好 那由於上陣2X或0061保護生 好 因為亞投行的內涵 是基礎建設相關的這些大型全資股 那麼甚至於我們只要買進 跟入股相關聯動的ETF 好 如果你用百萬元的資金進場佈局 好 投資朋友 你今天買在這個位置點是賺了 6萬元的價差 那如果我在上個禮拜四 可以開始提前進場佈局 累計的漲幅是8.58% 將近是我們個股的一根漲停板的 一個價差了 那關於大盤後續趨勢的走勢 就是我想由於國際股市 一個多方架構非常明顯 在技術面的形態上面 我們只剩下在基本面上面 怎麼樣去補強這一波多頭 向上可以走得更合理 那讓多方的漲勢 可以走得更理直氣壯 所以今天會幫大家補充一些 我認為這一波為什麼 我認為在第四季應該有 滿亮麗的一波行情值得期待 有一些領先轉家 新興市場的一些進程劇 值得我們去看多這一波國際股市 所以關於矽額波走勢 它畢竟架構在一個趨勢性的多方 類似在在禮拜一的盤中 如果你可以看到今天開盤Buffa 10月12號的開盤Buffa是2點高盤 它除了會中長紅收在當天的最高點到次高點 而且隔日衝繼續向上取高 那麼你會在9.37分掛一筆8510買進 好 因為2點高盤會收在當天的 好 最高點到次高點 那麼你可以買到第一個這個點 好 第一筆多端一個位置點 好 這一筆多端我們是續保留場口 那甚至於在突破 已經確認是2點高盤 我們還低掛了一筆8540 好 在這個位置點 好 第二筆的位置點 我們掛8540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點再買到第二筆 好 結果在1點37分的時間點 短波8540的這一波加碼一個多單 我們選擇一個獲利了結 先只留一筆8510一個多單的話 好 那這個盤視格局是不是如同 我過去跟大家分析 投資朋友你只有一套對的方法 開盤Buffa 好 類似像10月5號禮拜一的這一筆 8300買進的這裡賣出 好 這裡短波當衝空 補掉 甚至於10月8號的短波 8450前一天買進隔日衝取高 短波賣壓力盤 買尾盤 買在這個位置點 好 那短波又可以在這裡 做一個短波獲利了結 你只要跟著劉老師的指令 這樣連續無比的一個 我們短線的多單出手 每一筆都是賺錢出場的 好 所以如同我們預告禮拜一 就是我禮拜一盤前 跟他預告的絕佳買點 分時指標也確認一個黃金交叉了 好 那既然這個盤視格局 兩點高盤會繼續向上取高 好 再加上上陣2X圍首的新興市場 相關的標的已經出現了 明顯向上噴桌的動作 好 那今天我們的會員朋友 繼續獲利去報了喔 好 所以關於整個盤視格局 我會請我的會員朋友去注意到 好 這個盤視格局 如果第一期期全新EP轉折 向上有入股帶動原物量相關的行情 跟新興市場的相關概念股 類似今天盤中的一個原物量 像台塑 南亞 中鋼 也開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向上轉折多了 那原先續強的半導體族群 費城半導體 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族群 尤其是在第一期期 相關概念股的一個轉折 那甚至於我認為 全球的經濟有三大支柱 基本面的經濟來講 一塊在半導體支持歐洲 跟美國的景氣 那一塊來講 尤其在美國來講 非常重要就是Apple 那三組鼎立 歐洲跟北美 那另一塊就是亞洲 亞洲非常重要的就是兩個指標 一個叫做中國跟日本 那當然這一波 全球的一個景氣 付出的力道相對是比較緩慢 那因為大家擔心的是 在亞洲當中 最重要一個領頭羊 叫做陸股 大陸的基本面 很可能如同 不落市場的一個分析 但是我們今天 如果看到一個明顯證據 歐美股市敘牆 好 這是三組鼎立當中的 歐洲跟美國各是一隻腳 那剩下只剩下一隻腳 叫做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這一塊 如果也能夠轉強的話 那我認為第四季的行情 應該可以去做一個 比較樂觀的期待 好 所以我們先把 原先續想的主軸 類似像蘋果 好 這是在禮拜五收盤的時候 以大漲2% 那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 它在9月份有一個橫盤整理平台的 短期的頸線位置 在週五的收盤 是有一點點去跟9月的一個橫盤 整理的這MTO 畫三角形形 它進行一個重疊囉 那通常重疊我們就已經確認了 它應該不會是一個公投回檔 1 2 3 4 5浪 或者是一個比較明顯相當的公投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全球市場 iPhone的這個6 Plus跟 6S Plus跟這個6S Plus 創歷史新高的一個銷售 兩支6S 一個Plus 一個S 單單是這兩支手機 在全球的首周的銷售 就創下1300萬支的 新高的歷史紀錄 那我想在蘋果的股價 在週五晚建立一個轉牆 搭配一個分時指標 低檔區比較明顯的交差 好 那也一反了 也讓市場認為說 這一波全球景氣銷售的一個力道 是不是消費力道 有一點點質疑的狀況 好 確定是把它打消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週一的時間點 這是3008的大力光 好 橫盤整理在2650元 這個位置點打去一個WD型 好 價錢指數能夠向上舉高 最主要是連最強勢 或者是我們的股王 在這一波進氣基本面 蘋果的一個銷售 大家都要等待 進一步的數據之前 可以在禮拜一 12月12號的位置點 收盤重新佔穩2700元 好 我另外也是突破了一個 短期下降壓力線 就請我的會員朋友 開始積極的進場買進布局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大力光的一個 三角形壓縮的一個形態 以及這個橫盤大概是在2600元 一個橫盤整理的壓縮型態 能夠以一根紅K頂到這個三角形 收斂兩個形態壓力帶到最後末端 如果搭配了鴻海所公布出來的 9月營收是一口氣由於6S跟6S Plus的一個 拉貨的一個動能 一口氣成形一個月增57% 核碩甚至於一口氣月增 這120%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我想這一波拉貨力道 進入一個基本面的一個旺季 如果蘋果是科技股的指標 確定看到基本面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升溫跟拉抬 那我認為在美國這一塊的一個景氣基本面 最重要的科技股 已經看到一個比較明顯上攻的一個契機的話 那我想這一波的都會展示 應該是有繼續向上去做一個 延續的一個力道 那當然美股這一塊的續牆 那趕快跳到一些有基本面資的 我們去佈局做多的一個個股 開始積極進場佈局了 當然美國股市尤其在Apple 它畢竟是七年以來的一個歷史 相對偏高位階的位置點 那我們看到景氣如果有機會去向上取高 前一波已經在低低期 低檔區完成的利空不跌 底部成績 突破回側低點 可以去佈多的標的 類似像我們跟大家報告 在23元已經連續三天回測收穩 好 這個22元景線的3474的華爾科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 回測到了22元景線可以利手 應該可以預判有一個第三浪向上 半導體當中的景氣領盤股 由於季先的扣底值已經景氣線翻多了 你如果可以進場佈局 我們可以看到突破之後 有一點點節省擴力了結賣壓 好 震盪下來還是把這個景線呈現利手 我想半導體族群華爾科 如果能夠按照我們規劃續牆 這一波的展示一個向上的格局 空間應該有機會 繼續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向上推升 這是我們前一波在255元 買在最高的一筆成本255 280元擴力了結的254連發科 好 那跟大家預告是說這裡你要排除一波 吸一波向下的一個沙盤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回測進行這個测劇滿足之後 重新第二筆做多操作 好 這裡先掌握25元的價差 那提醒你 你要先掌握一波順勢 聯發科的短波的順勢是一個向下的空方 等到10月6號的時間點 劉老師才跟大家報告 好 稍微去注意一下日KD重新交叉 3日不破滴 有機會變盤轉折向上 10月7號公布營收月增500% 200億元 好 如果你可以在盤前掛250元 你可以成交在247.5 好 10月7號已經拉開一根通常核價差 10月8號的時候續牆 那甚至於我們看著聯發科還買了一筆 享受了一個短多單 順勢的去掌握一個短波獲利的機會 到今天為止 聯發科按照我們規劃 還是一個多方的架構持續向上 好 假設我們看著聯發科續牆 是不是IC設計當中 相關聯絡的個股就有表現的機會呢 好 這是我們在70元進場 買進布局的原因下 好 當天買進布局 當天在尾盤的時候 是賺到一根掌鈴板 公高你不要追 等待他短波的一個震盪下撤 好 我們在10月7號這個回撤 這個73元以上的價差 再加碼第二筆多單 好 這個是我們把前一波 4938的核酬進行一個短空單 好 我們不斷的 每一次核酬彈高到85元 都是短空進場的布局 當天核酬的空單 你可以補在79元 補回補出來的資金 再加碼第二筆原項的多單 到今天為止 原項有短波向上拉抬 我一跟大家報告 第二波車用電子的主軸 應該是相對來講 好 短期在一個相對轉折的低檔區形態 剛突破它才會是成為第二波的主軸 我認為原項稍微一點點不出量能潮 應該有序牆向上公告的力道 好 為什麼我們都有辦法領先市場 跟大家報告到這些個股的轉折呢 其實你只要去掌握對的獲利方程式 其實我認為只要行情到了 你第一個時間跟上我們腳步 我想盡辦法幫他去掌握 這一波有機會的題材股好不好 那至於我說 我們找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證據 在新興市場 尤其是入股這裡 應該絕對有一波行情 最明顯的證據是什麼咧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老師繼續幫他解析 中華靈力 現在恭喜這台車 你好 你看對面小王 去年還在擺攤 現在有店面給他忙到翻 你看隔壁了下 看得到小白 車早沒雜販月營收還給他破百萬 這台新有夠人 老闆都來 好事好過 人人好路 用起家車 起這間房 中華靈力 請出動力升級 本月購車 享受喚醒優惠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我想擁有一位魔術師 讓爸爸恢復健康 魔術師 請借給我力量好嗎 淘淘口袋零錢 幫幫孩子通名 ZIPPO經典收藏至雙周刊限定發行 每期均佈ZIPPO經典款 它強悍的火光 曾照亮每個重要時代 用歷史刻畫經典無可取代 一期接著一期 帶您見證值得收藏 傳說中的經典設計 創刊號特價549元 各企加贈限定款打火機 便利商店書局熱賣中 腰背痠痛 合力他命強效定ES Plus 含維生素E與B群 有效打擊 腰背痠痛 身體好輕鬆 合力他命強效定 想要更靈活 你補鈣了嗎 光泉鈣質強化牛乳 含助鈣吸收三罐網 更多1.8倍鈣 保持好骨頭 讓你好靈活 光泉鈣質強化牛乳 光泉鈣質金好康 金幣手機等你抽 鄉親請見光泉網站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我在禮拜一的盤前 特別花了半集的一個節目 跟所有投資朋友預告 我知道 在過去這一個多月時間 全球的各方面的分析 包括我們國內的分析 所以在入股這一塊的行情 看得是比較觀望保守 我特別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的看法跟市場 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認為今年入股很可能 有一波亮眼的行情 可以去做一個期待 繼入股之後 甚至於在週五的晚間 254股市 也出現一個比較明顯 向上變盤的力道 如果這一波潛艇規模 向上大吸浪的走勢 就是在基本面上面 入股跟俄羅斯股市 可以在基本面上面 也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 向上推升 我認為這一波行情 第四季的行情 就會走得更理直氣壯 因為以中國及俄羅斯 為首的新市場 經過了為期五個月的一個 向下修正 好 入股從5178 已經跌了五個月 在上個禮拜才出現 週KD低量區 第一個禮拜的黃金交叉 甚至於俄羅斯 在過去五個月的修正 甚至於已經一口氣修正了五年 他除了已經提前反應 美國升息的利空 近期也展開明確的反彈 代表新鷹市場的景氣 也開始一個回溫的跡象 非常明確了 所以除了歐美股市之外 全球的第三支柱子 叫做原物料類股 所帶動的景氣的新鷹市場 也會讓這一波的多頭 在第四季的景氣行情 會走得更理直氣壯 俄羅斯的股市 從今年的1月一個向上 彈升之後連跌了五個月 最後倒數的這兩個月 9月10月在低檔區 打出了一個W底的型態 禮拜五的完結 淡一個跳空缺口 去突破這800大點的 這個W底型之後 理論上面這個型態 也有整個等幅相對增的機會了 我們看到禮拜一的盤勢 是由台塑中鋼 這是我們跟大家 其實中鋼本身也是一檔 亞投行概念股 台泥更是亞投行 非常重要的一檔指標股 大漲所帶動 所以讓我們上週分析是說 年底入股勢必有一波大行情 我想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 轉強的一個證據 實際上面是由國內兩黨非常重要 包含台泥 中鋼 甚至於台塑南亞 相關概念股的一個走強的動作 更顯得是有明確的一個 基本面對的支持 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股市 其實從2134 這個是從民國100年的位置點 已經修正了整整五年 近期才在低兩區月線出現了一個 轉線上面 重新在50附近 運練一波黃金交叉 所以如果今年 關於美國升息的所有利空 都已經反映了 已經賣過頭了 新階段只要景氣回溫的話 我甚至於認為原物料相關的 類股市族群都有機會展開一個 比較明顯的補展 原物料的行情相對來講 就是一個全球景氣回升 非常重要的領先看板的重點 所以上週五或者是禮拜一盤前 跟大家預告 全新一批的亞投行 或人民幣納入SDR 有機會帶動全線上走洋的 亞投行概念股 我認為好好在這裡 畫一點點基本面 去做一個領先市場的分析跟研究 絕對可以找到 有五成一倍漲勢以上的一些個股 我們已經領先市場幫他找出一些 可能的標的跟方向 歡迎所有的投資朋友 直接跟上我們的腳步 上個禮拜或是禮拜一盤前跟他預告 你要開始去注意 入股在這裡來講 應該有一波大行情可以去期待 單單是隱含只有弱勢反彈0.382 很可能是三成以上的一個 獲利的一個空間 你可以看到禮拜一的時間點 入股就是一個短波帶量 突破了這個過去兩個月的下降壓力力量 甚至於過去在5000點的位置點 入股動輒上升中和指數是1兆元以上的一個成交量 我認為這一波周線成績的一個量縮 真的非常漂亮 它量縮到相對於這個轉折高點 大概只剩下兩成 甚至於盤中的一個成交量 日線圖一個成交量 只剩下200多億的人民幣 那在禮拜一的時間點是一個大量 比較明顯的相當突破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在保護生 已經大賺了一倍獲利了結了之後 我反而在禮拜一的盤前開始跟他預告 投資朋友你要開始去注意0061保護生 好 也許是你錯過了前面 入股大賺一倍的行情的 這個禮拜回來你要開始去注意他 轉強補償的機會了 好 如同我在禮拜一盤前跟他預告了 他開始去突破了這個低檔區WD型 橫桿真理型態 我們是累積獲利了結已經114倍 甚至於如果保護生的轉強 你可以去找到新中概 過去我們抓出了從去年5月份 開始擊掌網加190元開始進場佈局 已經一口氣大賺了380元的價差 這是已經獲利了結實現 包含保護生本身就賺了114倍 1.14倍 新中概的網加是一口氣大賺了2倍 是賺了280%的價差 這實際上是380萬元以上一個價差 那甚至於積極一點 你還可以去找槓桿倍數更大的是 好 這個是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00633L的上陣2X 好 禮拜一的這盤市格局 也帶出一個比較明顯的 向上攻擊的量能潮 向上突破 我認為型態上面手穩3個交易力量 我們所說的一個多頭向上攻堅的態勢 應該可以正式的向上做一個 取高的動作 好 投資票在股票市場裡面要獲利 一定要領先市場 好 我說你怎麼樣去掌握到 你自己的獲利方程式呢 好 不是等到保護生已經大賺一倍 我記得今年5月6月的時間點 當上陣綜合指數漲到5000點的時候 我們提醒到大家 如果要反轉的時間點的時間 好 這個保護生或者是上陣2X 一口氣一跌就是跌掉5成了 好 可是跌了5成之後 這個禮拜開始反而是這一批的持股 重新讓你去進場佈局的方向 記得我們在前一波那個持股佈局 這是在103年的5月7號 好 我跟我的會員朋友報告 周縣成績一個向上線型 保護生這檔個股 絕對有漲升5成1倍的實力 因為大陸官方的政策 新國9條就是總共有9條 好 所以叫做新國9條 它是在大陸國內的一個政權 開始穩定了之後 好 我認為這批的股票 絕對有匹吉他來 加1倍奉還以上的一個實力 好 我甚至於請我的會員朋友 買進2筆資金 我認為其中1筆是可以長撥段 我們買進了 甚至於就是不打算要出了 事實上後來這一波的行情 就一口氣大賺1倍以上 好 那從那個位置點 103年的5月開始 我們找到跟大家報告新中概的題材 我也同時在5月20號時間點 跟我的會員朋友報告是說 好 投資朋友 舊中概的主軸叫做論泰權 好 新中概的題材叫做阿里巴巴 好 以台灣相關的概念股最接近的 應該就是8044的網家 在2016年這個一口氣營收成長 好 年複合成長 律師成長 一倍以上 那麼你可以在190元開始做一進場佈局 這樣子網家後來漲到540元 是一口氣你可以去掌握到380元以上 好 我們是已經炸炸實實獲利了結 好 那如果這一波路股確定有行情 那再加上新興市場當中 連俄羅斯股市也如同我們的預告 低檔區的一個導通反轉型態開始走強 那原油也在上週的時間點創下了 過去兩個半月以來一個波段新高 那似乎有一波新興市場資金回流 以及你可以看到禮拜一的時間點 在外資的部分針對台股也非常積極買超 我想從俄羅斯 從中國 從新興市場的資金進行回補 亞洲股市的資金回流 好 已經有一批中長線的實股開始 針對我們台股做一個資金 這個從入股 從新興市場 這個回補的脈絡已經非常明確了 所以原先的半導體IC設計之外 有哪些股票還有機會複製網家 這個波段走漲呢 第一個時刻跟上我們腳步 做一個卡外進場佈局 跟著我的指令操作就對了 預告大家今天 投資順利 BioFresh健康養鮮科技 直冷氣冷雙冷卻系統 總代理嘉儀企業 如果我要分享Oreo給稀血鬼 你才會怎樣它 只喝牛腩不稀血 分享Oreo無限驚奇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顧得頭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頭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頭顧 就是good 02 2578 1000 2578 1000 那些深脈心底的記憶裡 有段關於味道的故事 今年你有找到那響麵的味道了嗎 好湯上場 好菜上桌 紅蝦 Caitlin 你猜猜猜猜